我 我想跟你来个拥抱 可以吧 好 好 我想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写一封离别赠言 首先是小叶 其实我觉得你内心远比你外表 看起来要坚强 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 你也很少过一些节日 缺少仪式感 但是我坚信 爱她的那个人 会陪她度过之后的每一个生日 节日和纪念日 最后我想送你一个礼物 然后小枫上来拿一下 要哭 这是我们第一天 我们三个在摩天轮上 当时我就觉得她俩很般配 然后给她俩拍了很多照片 靠近一点 对 让她俩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这张照片 然后这个照片也是我们最开始的见证 从第一天到现在 小枫呢 其实我想对你说 为心爱的女生改变 就是从男生到男人最关键的一步 好 还得说是她 其他说得挺好的 然后琪琪 挺无语的 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跳舞适合她 对 虽然我们是冤家组合 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培养了无比 真诚和重要的兄弟情 你是我们在座的五个男生里 最多才多艺 最帅气的人 到了张张了 张张其实外表是一个很拽 很酷的人 但是其实我觉得她的内心 是需要被别人照顾 被别人守护 被别人呵护的 我也坚信你会找到那个 一层一层拨开你坚强外壳的 那个男人 我也坚信你会在航海事业上 为女生打下一片天 我的好兄弟 葛云波 我们两个被他们叫做狗不里兄弟 狗哥不选咱俩 男人每天都我们吃了 然后呢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是 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然后我们会分享 我们每天的喜怒哀乐 那我生几号 3月6号 可能出的都是些搜主意 但是我们也很愿意分享 来当这个狗头军师 对 你对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发言 就是 我来学一下 在我面前 我跟你说 我觉得 张张有点 喜欢我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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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卡 调卡 其实我觉得 很好 然后就是 我们的小汤维 洛洛 你身上自带的一种从容与淡定 我觉得 你会在未来的某一天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白马王子 最后 最后就是 最漂亮 最美丽 生于 10月13号 喜欢蓝色的 Daisy女士 张文沛 对 我会在今后的每一天 努力地来包容你的小脾气 小情绪 我也很愿意 你把你的每天的烦心事 或者想吐槽的事情跟我说 我也会像你说的那样 用心地去安慰你 我会记住你以后说的每一句话 你想要的东西 你喜欢的颜色 最后呢 我想跟你来个拥抱 可以吧 好 好 恭喜 你好 你们 你向我迈出了第一步 郑婉你们 你是最接近我理想型的那个 其实我那天舞伴也选择你 战的所有补来完成 战的所有补来完成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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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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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